大家好 我是一个 这是一个贵族雷大哥机修的小米8 无基带无WiFi摔垢啊 就是从床上掉下来 摔了一下就没基带 没WiFi 但是到这边我测试了一下 好像有基带啊 我们看一下 到这边有基带啊 但是它有时候就没有有基带 这个一般就是通病啊 我们接下来给它维修一下 马上开始 那现在我们看到了基带版本位置啊 然后WiFi也打 也没有 WiFi开起了 但是搜不到 之前的话因为啊 有时候有记的 有时候没记的啊 但是现在就没有了 现在WiFi打不开了啊 你打开了就关闭 这次 我马上开修 它经过一个一段时间的拯救啊 然后这个 原来拯救回来了啊 我们看一下啊 现在WiFi已经连上了 WiFi可以打开 然后看一下基带 全部参数 它基带也没问题啊 然后都测试了 啊 一天一夜了 都没问题 其实这个啊 也算是小米8的通病了啊 然后 因为它这个从 啊 床上掉下来导致的 然后一般就是中品 换一下中品 然后 最好是再加焊一下CPU 就更完美了啊 就更后期 可能会更稳定 啊 这个 然后故障就完美直接了啊 我们把 这个拆下来的这个罩子啊 装回 还有把这个 后盖啊 全部装回 就可以给老铁发火回去了 啊 感谢支持 感谢观众 要修主板的 换屏的 解锁的 都可以联系我 私信给我 或者小黄车联系客服啊 感谢你们的支持啊 这个是一个贵州 李大哥写 寄写的小米8 无机带无WiFi摔过 双击关注666 万水千山总是请给个关注行不行